1861年10月,45岁的顾命大臣素顺在护送咸丰帝灵鹅回京时,在密云境内被捕,随后被慈禧太后下令斩首示众,素顺被押到菜市口砍头的时候,场面非常惨烈,很多奇人用瓦砺砖砸向素顺,弄得他面目全非,临行当天,雾霾笼罩,天空乌云如墨,素顺依然毫无惧色,高声叫骂,大声骂慈禧太后为妖妇,而且拒绝下跪, 旁边的人都被他吓坏了,柜子手只好用铁棍将他的膝盖敲破,才得以跪下受刑,素顺被斩首后,百官们喜不自胜,拍手叫好。 没想到,曾国藩得知消息后,眼面哭泣道,此冤欲也,自毁长城矣。 素顺在咸丰帝当政期间,曾摒弃偏见,极力推荐汉官,重用汉人,而且,一直以来,对曾国藩等汉族官员非常重视, 曾国藩后来的几次升迁都得利于素顺的利剑,所以,当素顺被斩首,曾国藩对此的态度可以理解, 可在当时慈禧太后看来,素顺的死却一点不冤枉,甚至可以说是咎由自取, 按理说,素顺位高权重,又是咸丰帝的托估大臣之首,咸丰帝还曾给他留下密诏,危急时刻可行使善杀大权。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,当时的素顺正值四十五岁,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,可如此地位显赫的素顺, 却终究没能斗得过二十六岁的慈禧太后,以至于落得个被斩首蔡氏口的下场,这是为何,大家好,欢迎订阅巧看史记。 慈安,慈禧皇太后与素顺的冲突,除了对权力的争夺之外,也与两宫对素顺的长期不满有很大关系, 早在一年前,咸丰帝北寿热河的逃亡路上,素顺就曾与那拉市举语不断, 有史料记载了一件那拉市三球罗车的旧文,据说因为出逃仓促。 只有咸丰帝一人得意宫中罗车,后宫嫔妃们都不得不从民间雇车, 分给那拉市的车不光十分破旧,而且拉车的罗子瘦弱不堪,从北京到成德一路翻山越岭,道路崎岖, 这让那拉市不胜其苦,甚至在车中暗自戳气,当看到素顺从旁经过时, 那拉市要求要换一辆车,素顺漫不经心地答应道, 这荒山野岭上哪去找车,等到了前方住宿地再想办法。 等到了市镇休息时,那拉市又找素顺提及此事,当太监转达那拉市的要求后, 素顺不耐烦地回答,这都已经什么时候了?我哪还有空闲来办理此事?车架再次起行之后, 素顺骑马经过那拉市车旁,那拉市第三次含泪请求换车,素顺不顾那拉市贵妃的身份, 正色力言,此时危难已不比平时,此地又上哪去弄新车,有辆旧车就已经很不错了, 你也不看看,皇后坐的都是街上过来的车,破败与你相等,难道你要凌驾于皇后之上吗? 言罢,策马而去,到了热河之后,公应虽然异常窘迫, 但咸丰帝吃饭时仍设有依看桌,放置几十种菜肴,皇帝只看不吃, 这原本是为了显示忠明鼎时的皇家风范而保留的宫内救治, 逃亡之热河已不合时宜,于是皇后建议撤去看桌以节省费用, 咸丰帝也认为有理,不过还是询问了素顺的意见, 素顺明知此乃皇后建议,仍对咸丰说不可,称若撤去看桌,会使外奸精仪, 皇帝吃饭都没银子了,于是,咸丰回到后宫后,就对皇后说,素六称不可, 皇后的建议,皇帝不听也就罢了,但却遭到臣子的驳斥, 这令扭呼噜是非常气愤,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, 在高层权贵的心中,早已不是普通的生活细节, 而是被上升到对其本人的态度,感情问题,权贵们往往及此判断, 一个人是否忠诚于自己,精明过人的素顺, 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,不过他却没有将皇后和那拉氏放在眼中, 这也是性格张扬的他一贯的形式风格,若在清平时期, 素顺本也不至于与两宫有矛盾,因为按照清代制度, 后妃与外臣本是根本见不到面底, 但此时皇室一路从北京逃到热河,宫中的规矩都被打乱, 咸丰又将里里外外,大事小情都交给素顺打理, 这才让这位素老六的许多张扬情态都被皇后和那拉氏一一看在眼中, 记在心里,尽管两宫对素顺多有不满, 但因为咸丰帝对素顺言听计从,高度依赖, 这让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,敢怒不敢言, 咸丰帝驾崩后,两位年轻的太后终于和素顺爆发了第一次冲突, 冲突中,正因为素顺对两宫的轻视, 反而让他们获得了越看奏折的便利, 并很快引发了第二次更为激烈的对抗, 1861年8月28日, 在北京的公亲王一新秘密接见了一位来自热河的使者, 使者带来了两位太后给一新的口信, 尽快前往热河给咸丰帝奔丧, 并面一大计, 就在不久前, 一新才刚收到不许他去热河奔丧的御址, 他虽知道素顺从中做了手脚, 却也无可奈何, 此时, 密使带来了完全相反的信息, 这让他摸清了热河的状况, 于是立即上奏, 请求奔丧, 奏折送道后, 经过两宫太后的一番运作, 一新于8月30日收到了获准的御址, 在出发去热河之前, 一新做了精心的准备, 其中最重要的是, 确认了在京各主要政治势力的态度, 一, 掌握北方兵权的圣保, 三个林沁表态支持一新掌权, 二, 京城反诉党的官员均以一新马首是瞻, 三, 驻京的外国公使也支持他们熟悉, 并且更加务实开明的一新主政, 新满一族的一新于是一路快马扬鞭, 直奔热河, 1861年9月5日清晨, 一新到达热河行宫, 出乎速顺的意料, 这位宫亲王对各位赞乡政务大臣表现得毕恭毕敬, 丝毫看不出任何不满, 祭奠大礼刚刚结束, 就传来两宫皇太后一旨, 召见宫亲王一新, 千宫的公亲王邀请赞乡政务各位大臣陪同入见, 看到一新大大方方的邀请, 速顺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, 他笑着对一新说, 老六, 你与两宫是叔嫂, 何必让我被陪同呢? 于是, 一新便得以单独入见, 速顺犯下了一个错误, 这次会面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。 当日属于机密的谈话内容, 今天我们已经全部知晓, 一新请两宫皇太后, 尽快带小皇帝回鸾北京, 在京城搅除速党, 双方商议停荡之后, 9月11日一新便离开热河返回京师, 他担心速顺沿途加害, 一路取小道, 星夜兼程直奔北京, 就在公亲王赴热河奔丧期间, 京城内反速党的官员们也没闲着。 9月9日, 大学士周祖培指使自己的门声御使董元纯, 上了一份奏折, 首次提出请皇太后垂帘听证, 并请亲王贤王辅正, 奏折一上, 如同平地一声炸雷, 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贤丰帝留下的赞乡制度。 是对肃顺等人的公然抵抗, 京师的大小官员们都屏息凝目, 静观热河的反应, 接到奏折的肃顺也不含糊, 马上你就一道指稿, 狠狠披托了董元纯, 还捎带手警告了几句异心, 不过, 当圣旨抵稿呈给两位皇太后时, 他们却明确表示赞成董元纯的主张, 反对八大臣的执稿并拒绝前印, 速顺之前允许两宫月看圣旨的严重后果, 此时终于浮现, 面对两位太后的拒不配合。 9月16日, 八大臣第二次觐见, 双方终于摊牌, 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, 争执中, 载元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, 臣等是赞相诱主, 不能听命于皇太后, 请皇太后看折意为多事, 这是八大臣明确警告皇太后, 根本无权摄政, 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力的小皇帝, 从未见过如此场面, 惊恐的他在扭呼噜式怀中小便失禁, 尿了皇后一身,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整天, 两宫坚持将董元纯的奏折流中不发, 毫不妥协, 速顺等人见两宫不肯就范, 于是使出了杀手锏, 他们绝技割车, 也就是停止办公, 撂挑子, 大清的国家中书立即停转, 两宫太后被逼无奈, 终于批准了执稿, 次日中午, 公文下发, 八大臣谈官相庆, 两宫皇太后在后宫掩面落泪, 这次对抗持续了整整四天, 最后虽然以两宫太后的失败而告终, 但却向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, 两宫皇太后是制约速顺及其党羽的唯一力量, 垂帘听政于是成了京城反对速党官员们的一致诉求, 此后的一个月, 是风平浪静的一个月, 也是暗潮涌动的一个月, 北京城的一心已经细致周密地安排好了剿灭速顺的所有细节, 而速顺一方不但对即将到来的激战毫无察觉, 反而又犯下两个错误, 一, 同意两宫太后邪小皇帝先与速顺回鸾, 丧失了对玉林军的控制权, 二, 速顺自己护送咸丰帝的子宫回京, 却让宰员, 端华二人陪同两宫返京, 八大臣中最重要的三位彼此分割, 信息不畅, 1861年10月26日, 咸丰皇帝的子宫开始以返京师, 两宫皇太后邪小皇帝在目送了大型皇帝上路之后, 就坐上马车, 游载员, 端华伴随, 先回北京, 忠心耿耿, 不忘圣恩的的速顺泽亲随子宫载后, 缓慢前行, 载员, 端华, 速顺正一步步进入为他们精心设置的陷阱, 11月1日, 两宫太后与皇帝宰纯到达北京, 一心率文武百官出城贵营, 在营后的仪式中一心密告, 一切就绪, 11月2日, 两宫召见京城重臣, 其中包括宰员, 端华, 当二人奉召前来, 等待他们的, 却是手持诏书的一心, 宣布将二人治罪, 宰员, 端华在被捕时还吃惊的立声贺问, 我被喂入, 召从何来? 到了此时, 他们仍明白, 以止权早已被两宫太后夺走, 当天晚上, 护送子宫行至秘云的速顺, 在卧榻之上, 被瑞亲王仁寿, 纯亲王一宣带领的卫戍部队逮, 至此, 速党首脑全部落网, 剩下的事就简单了, 无非是罗之罪名, 按罪论处, 11月8日, 一心上奏, 列出载缘, 端华, 速顺的罪状, 最重要的一条是假传圣旨, 大型皇帝面玉立皇太子, 一等假传玉旨, 造作赞香名牧, 一心以赞香证物玉旨, 并非贤丰帝亲笔写就为由, 指责速顺缴照, 贤丰帝临终前首例衰竭不能首写, 这给了那拉氏和一心够罪的机会, 不过, 即便玉旨为贤丰帝亲笔, 那拉氏和一心也不难找到其他罪名, 当日, 两宫皇太后, 即以皇帝的名义扳指, 次载元, 端华自尽, 素顺斩立绝, 预指一下, 立即执行, 宰员, 端华在监视下, 在宗人府的空房内字役, 素顺被押上囚车送往法场, 一路上这位素老六面无巨色, 大骂不停, 临行又不肯下跪, 跪子手以大铁饼敲枝, 将他两腿打断, 方才跪倒受刑, 此三位被处死之后, 其余五位赞香证物大臣也悉数被革职查办。 自嫌丰帝死后, 一直在哭哭啼啼中度日, 受尽屈辱的那拉氏和扭呼噜氏终于笑了。 素顺仅仅赞香证物了73天, 他所拟定的新年号, 奇祥就被废止, 不过, 历史学家仍将这次夺权命名为奇祥政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